苏丹街头的抗议人士可能过于高兴了 因为他们要求的平民政府近期不可能到来 国际法庭指控被推翻的苏丹领导人巴西尔 犯有下令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民众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行 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布尔汉陆军中将 承诺会向一个平民政府移交权利 外交政策分析人士 凯尔塞利利说 向平民政府的过渡 需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大外交努力才能实现 苏丹民众希望解除对苏丹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认定 因为这不仅牵涉到安全因素 而且表明他们不再支持恐怖主义 而且还会导致免除苏丹的债务 这是他们迫切需要的 苏丹新政府成立时将会讨论这些问题 美国会继续保持接触 苏丹抗议活动的很多发起人都是女性 阿拉萨拉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 她今年22岁 是建筑工程系的学生 网上近期疯传一张照片 显示萨拉站在一辆汽车顶上 周围都是抗议人士 这让她一夜走红 萨拉因为参加暴动 接触到了死亡威胁和表达仇恨的电子邮件 但她全然不顾 苏丹医生联盟英国分会主席 萨拉阿布德加利博士说 妇女参加抗议令人振奋 我认为女性勇于参与 因为她们遭受了太多的压迫 一直都在故意躲避 但苏丹妇女的力量过去30年并没有被摧毁 抗争的力量并没有被摧毁 这点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苏丹军方4月16日 将巴西尔押解到喀吐木的一个监狱 据报道她已经被单独监禁 美国之音记者拉法艾莱 华盛顿报道